原警方行腳步來到這間地下室 鎖定其中一間房門 破門進入逮人 屋內呼呼大睡的嫌犯 當場被警方壓制 原來他就是涉嫌掳人的主嫌 一名王姓男子到台中求職 聲稱他28號遭人掳走 強壓帶回高雄這個地下室 控制行動囚禁 他趁著嫌犯熟睡時 連褲子都來不及穿就逃跑出來 一路跑到路上的民宅 向屋裡的人求救 突然有一個弟弟跑進來我們店裡面 然後就一直喊著說幫我報警 然後我們就看他全身都是上 就請他先坐著 民眾幫忙報案也叫來救護車 將男子送醫 警方也循現回到他被囚禁的地點 將屋裡的嫌犯逮捕 派遣警往持戶現場 並逮捕涉案人王賢及鄭賢兩人 令將被害人送往醫院就醫 警方調查 嫌犯疑似救世 求職掳人集團的成員 除了將人帶回 以傷害防害自由 防害秩序罪嫌送賣 也進一步擴大追查 釐清整起事件 3次的訓練 先告訴我們